请感恩礼 感恩 踩着自信的步伐 孩子们一个个走上台去 准备领取新衙奖学金 因为家庭的因素 他们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还好有慈激人的陪伴 让他们在学习路上不孤单不放弃 希望就如这个奖学金的名称 新衙一颗一颗的种子 在任何艰困的环境之下 依然有着信心坚定不拔努力向前 花莲北区550位受奖同学 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花莲进司堂 透过彼此生命故事的分享 能够在困难中找到坚定向前的力量 彼此互相祝福互相鼓励 清晨四点就要起床为家人做饭 接着赶搭第一班火车到学校上课 潘芷玲在父母亲离婚后 照顾外公外婆还有弟弟的责任 都落在她身上 但她没有放弃过课业 认真努力学习 要为自己走出希望的未来 在我心悸上最困难的时候 我遇到了师姑 有些过不去的地方的时候 她都一直跟我讲说 加油 你是最好的 最棒的 慈激之工走入不同的家庭 带来满满的爱与关怀 转变孩子们的人生 更希望能够带动善的循环 相信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爱 把爱传出去 也要学习原谅普天相 无计伤害我们的人 只要我们心中有这份信念 我相信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美好 我们快乐地跟上 自宫和孩子们约定好 明年此时还要相见 鼓励他们继续在课业上努力 希望有一天 每个孩子都能唱出心中快乐的歌 大爱新闻黄文琪 刘洪志 花莲报导 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发动了